Hiho,大家好,我是志祺 欢迎回到志祺七七的podcast 每周陪你聊聊新闻时事 说议题或是一些轻松有趣的生活新知 那今天这一集呢 我们要来聊聊的主题是成品 你是个很常去逛成品的人吗? 之前洗灯的台北敦南成品 曾经被国际媒体CNN 评选为全球最酷书店之一 这个响亮的名号 也让成品变成了外国观光客 来台必去的景点 此外,成品书店呢 也早已经成为了台湾人的日常 各种艺文展览啊 讲座还有琳琅满目的书籍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 都能够在成品找到一个位置 不受打扰的读完一本书 而这种独特的阅读氛围呢 也让成品成为台湾实体书店的龙头 每年有多达1.2亿人次照访 不过成品并不是一直都这么风光 他们曾经连续呢 面对15年的亏损不得不转型 虽然转型最后成功了 但却也引起了不少的争议跟批评 成品是怎么样在台湾崛起 并成为在中国、香港、日本 都有设点的国际书店 在改革的过程当中 还有面对了什么样子的抉择跟质疑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成品吧 不过在进入今天的节目之前 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 据统计 全台湾已经有超过57万户独居老人 在经济体力等等的限制下 这些独居的长辈 往往没有办法维护好居住环境 导致生活品质越来越恶劣 这个时候 长期照顾身心障碍者的台湾乐座创意协会 挺身而出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他们发起了乐座家务队的服务 以弱势互助的概念 为身障乐儿与独居长辈 搭起跨界服务的桥梁 身障乐儿化身住人天使 协助亲嫂改善长辈居住环境 彼此陪伴不再孤独无一 我们真的觉得 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专案 大家付出一份爱心 就能够在社会当中化为循环 因此我们很希望能够邀请大家 一起来支持乐座家务队 现在只要每月捐款100元 就可以同时帮助到身障乐儿与独居老人 而且捐款还会送 身障乐儿代工包装的 厚实暖心拖特包哦 如果你也希望让社会变得更好 现在就赶快点击资讯栏连接 响应捐款吧 好的 那今天的工商服务时间就到这边 我们就开始进入节目的整体吧 成平的创办人吴清友 1950年出生在台南的小语村 他的爸爸曾经是个小学老师 后来开了私塾 非常的重视教育 而吴清友在台北工专毕业之后 原本想要跟爸爸一样当老师 但后来因为兴趣不和 他跑去了皮包工厂工作 做一做的才发现 原来自己真正有兴趣的是业务 于是再度的转职 到了一间专门贩售厨具设备的公司 当业务员 那因为吴清友的口才很好 也很积极的开发性通度 曾经把高价的厨具 卖到中大型的文具店 而这种有创业的想法 让他获得了老板的尝试 后来老板打算到香港发展 就把公司卖给了吴清友 让他成为了公司的负责人 很多的客户都说 吴清友的厨具算比较贵 但是他的品质跟服务都没话说 在他的努力之下 公司的业绩越来越好 逐渐变成了台湾厨具设备的龙头 就连麦当劳刚进入台湾时 也多半都采用他家的厨房设备 事业有成的吴清友 并没有停下脚步 他不止持续地代理欧美的厨具品牌 也开始投资房地产跟证券公司 1985年年仅35岁 他已经累积了足够的财富 可以在阳明山的豪宅区 买土地自己盖房子了 但没有想到 三年之后吴清友的生活 却出现了重大的改变 1988年 他因为先天性心脏病开刀 跟死神擦身而过 这段差点死掉的经验 让他发现 这些年来他虽然变得很有钱 但生活并没有比较快乐 因此他想要拿这些钱 去做不一样的事情 他想要追求一个 可以永久留下来的事业 他回想起 自己从小就喜欢阅读 当老师的爸爸 也经常提醒起他真诚的重要性 并强调 财务有时而尽 唯一成字终身受用不尽 于是成品书店就这样诞生了 1989年 台湾第一间成品书店 在台北仁爱远环开幕 刚开始 店里主要在卖的 都是艺术类图书 但后来随着客群的增加 吴清友也规划出了 儿童绘本区 主题书区 生活风格区 这些在当时还很少见的区域 开创了书店的新风貌 而在品牌定位的部分 吴清友把成品定义为文化场所 是一个努力推广阅读文化的地方 因此 成品的书籍 杂志都欢迎读者自由翻阅 他们的选品 也是从提升民众生活品位出发 不卖声乐参考书 跟一般的文具 再加上不定期的 艺文活动跟讲座 以及主流唱片行 找不到的独立音乐 后来都成为了成品特色 走进成品书店 坐在质感很好的圆木地板上面看书 也渐渐成为了很多名人 文青推崇的潮流 但是话说回来 理想很丰满 现实却有骨干 其实成品在成立的前15年 都在赔钱 虽然说刚开始创业 会先亏一段时间都还算正常 但吴清友原本遇过 成品只会赔个5到8年 没有想到最后却赔了整整15年 事情是这样子的 虽然成品书店有的赚钱 但吴清友总是会把淫淤 拿去开下一间店 并且坚持连锁不复制的策略 每天成品都会花大钱重新设计 装潢 最后导致入不敷出 而面对这样巨额的亏损 吴清友一直很努力地找股东投资 但因为实在亏太久 甚至有股东在尾压时 当面洗他脸说 通常只有赚钱的公司才会办尾压 不知道成品怎么敢花这个钱 到了后来 他为了经营成品 甚至卖掉了自己的房产 就连他的太太都忍不住问说 你真的不替小孩想一想吗 那之所以这么坚持 成品不能够失败 是因为吴清友认为 如果成品开不下去 等于是在告诉所有的人 在台湾书店做不起来 他没有办法接受 自己成为负面教材 好显大部分的股东 都跟他有类似的理念 甚至还有股东鼓励他 不要怕继续开就对了 最后成品终于开到了 一定的市场规模 并且找到经营方法 从2004年开始转亏为盈 而这个找到赚钱方法的契机 我们可以从1996年开始说起 当时原本开在 仁爱圆环的成品创始店 搬迁到了敦南金融大楼 也就是那个 大家都很熟悉的敦南成品 那如果你也去过 敦南成品的话 你就知道 它其实是一间复合性商场 除了二楼 有500平的空间卖书 其他楼层还会卖文具 唱片 生活精品跟美食 甚至有两层楼 都是主题商场 他们除了成席过去 只卖成品挑选过的 文创商品之外 1999年跟手创24小时营业 成为了台北市的文化地标 甚至还登上了国际媒体的版面 2004年 敦南成品被时代杂志的 亚洲版评选为亚洲最佳书店 2015年 CNN把它选为 全球最酷的书店之一 那有了国际媒体的加持 成品也成为了很多 外国观光客来台湾玩 一定要朝圣的景点 根据资料 在台湾成品每年 会有1.2亿人次造访 其中观光客就占了一成 而这些成功也启发了成品 更积极地往多角化 经营的方向迈进 说到成品的营收来源 主要可以分成三种 图书、杂志、文具销售 商场以及餐饮等等 当开财报 武清友发现 大众对于成品影像最深 评价最好的书籍业务 其实只占了营业比重的三成 换句话说 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 跟精力所打造的阅读空间 不止没有反映在书籍的销量上面 反而还让书店的库存 成为了财务压力的关键 所以后来 他们决定把书店结合百货公司 先租下大空间的卖场 但只有一小部分进行书店 其余的空间 就出租给成品挑选过的品牌商家 透过商场的盈利来养书店 像是成品信义店 就是成功的案例之一 2012年 他们还把这种 复合式文化场域的经营策略 输出台湾 在香港铜锣湾 开了成品第一家海外分店 不过话说回来 成品虽然在商业上面取得了成功 批评却也随之而来 首先 面对成品的转变 有很多的义文爱好者 对表示无法谅解 他们认为表面上 成品说是支持文化创业产业 但实际上 却是追求利益的百货公司 之前成品 在中国苏州开分店时 还附带开卖了 大约300户的豪宅 成品居所 每间价值破亿 比周边的房价高出两倍 被很多人质疑说 成品卖书只是个幌子 真正的目的 是想要炒帮 不过针对这项争议 吴庆友则强调 这个建案有很多的细节 都体现了成品的精神 他认为这不是炒方 而是对于空间跟阅读的尊重 而除了商业化带来的同臭味 让读者们感到反感 有人认为 成品为了扩大版图 早已经失去了 对言论自由的底线 像之前 成品就曾经传出 拒绝上架中国流亡作家 袁洪斌的作品《沙佛》 而香港的成品 也传出了下架西藏 相关书籍的消息 当时吴庆友的解释是说 成品有自己的选书方向 也一直都把重点放在文学 艺术跟生活上 而不是政治或宗教类书籍 成品没有受到任何政治压力 请大家不要过度解读 但讽刺的是 在今年5月 有人在成品网购阿贡 打来怎么办这本书 就有去接到来自中国的试调电话 对方甚至还对他说 中国武统是必然的 加深了很多人对于成品的疑虑 后来经过数位发展部的调查 他们也发现 成品在账号管理上面 确实有疏漏 才会导致客户的各自外泄 再加上没有再实现的改进 最后对成品财罚了10万元 节目最后也想来聊聊 我们制作自己的想法 我们团队成员 大家普遍都很喜欢 成品的空间氛围 还记得以前高中断考时 会窝在成品的目的板上面 看一个下午的小说 现在赚钱有能力了 如果看到喜欢的书 也会直接买下来 勉强也算是可以对 过去那些看免费的小说 做出一点点的补偿 但是话说回来 这集在查资料的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了一件 有点微妙的事情 那就是 很多人对于成品 变成百货公司 都表示反感 觉得这样子 同处会太重 但同时 却也有人对于成品 信义店 居然不进驻世界 一线精品而感到不满 有房东就私下透露 如果能够卖个LVR 或是香奈儿 该有多好 我们觉得 这个看似矛盾的两边说法 其实凸显出 靠文化几家的成品 如何在追求获利 跟维系文化氛围之间 找到一个 大家都满意的平衡点 真的是蛮困难的 不过 比起商业化的问题 成品更严苛的挑战 应该是他们 跟中国的暧昧关系 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 成品曾经拒绝 上架中国流亡作家的 作品沙佛 那虽然说 现在成品网络书店 已经可以买到这本书了 但当初 吴京友的说辞 难免会被外界质疑 成品当然有选述的自由 但宗教跟政治 也是人文的一部分 怎么就这样子 被轻易切割了呢 那我们认为 成品如果为了要做大 而割持到言论自由 反而会挑战大众 对于成品的情感连接 因为对于很多台湾来说 成品不仅仅是一家书店 它更是一个 象征文化 以及自由言论的据点 什么书都可以翻阅 任何主流 非主流的文化 都可以在这里发生碰撞 所以才难能可贵 但如果 这样子的成品不在了 那对于很多人来说 比起生气 更多的可能是 感到遗憾跟可惜吧 好的 那我们今天关于成品的介绍 就先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欢迎按下最终和订阅 如果是对于这集成品的内容 对于我们的Podcast节目 或是我个人 有任何的遗忘跟回馈 也都非常欢迎你 在Apple Podcast 我们的下午请留言哦 那今天的节目 就到这边告一段落 我们就下集再见咯 掰比